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双城记 我是卢秀芳 台湾的高科技产业 从1990年代起 就是台湾最重要的经济支柱 那么它为台湾创造了许多外贸收入 那么高科技产业的股票 在台湾股市也始终占了交易量的70% 说明这个产业的确是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但是日前我们也看到中国大陆宣布 要全力发展半导体 这样的做法会在两岸的产业之间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跟改变 那么未来两岸高科技产业 是什么样的竞争或合作模式 那么今天双城记 我们台北跟上海都请来了 高科技产业相关人士 我们共同来谈谈对于这个两岸来讲 都非常重要的议题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双城记 我是曹锦秦 当今事件的科技创新 已经成为提高综合实力的关键支撑 在经历了要速驱动带来的 高速经济发展之后 中国正在谋求向创新驱动的转型 我们知道台湾的新族科学园区的发展 已经有很多年了 所以今天我们双城记 就要连接起护台两地的创新支撑 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在我的身边三位嘉宾 我先介绍一下 这位是华东师范大学科技创新与发展 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杜德斌 各位观众大家好 在最外侧的那位是护江网副总裁 徐华先生 曹老师好 各位观众好 坐在当中的这位嘉宾 是清源微电子董事长 兼CEO戴维明先生 大家好 好 秀方介绍一下您那儿的嘉宾 我先介绍我们今天台北摄影棚的嘉宾 在我右手边资深媒体人林洪文 洪文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清大客管所的李传凯李教授你好 大家好 以及电机电子同业工会的 罗怀加罗副秘书长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当然对于大陆朋友来讲 新竹科技园区是知名度非常高的 那么新竹科技园区在1980年成立 到现在为止有20多年的历史 从现在来看 它当然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政策 但是我想新闻一开始 我们是不是先请这个李教授 为我们介绍一下 当初我们看到这个台湾政府 在什么样的思考之下 推动了这个科学园区的建立 好 大家好 因为其实虽然是1980年代成立 正式成立 那其实那个时代背景 是在1970年代 那我们回顾1970年代的历史 有两方面很重大的冲击 一方面就是两次石油危机 那那时候是对台湾 就是依赖能源的石化工业 跟重工业 还有它下游的传统产业 带来很大的冲击 那另外一个是政治上的 就是我们有1970年代的保调运动 以及我们的一些联合国相关的一些 一些问题 所以在这情况之下 其实大家都有很大的危机感 还有使命感 所以这个时代氛围之下的 那个科学园区其实是一个 有点像书生救国的运动 那所以它有当时的政策 有三个很大的特色 第一个就是科学园区 不是由传统的经济部主导 而是由国科会主导 那大家知道国科会是管科研的 那用科研的来搞产业 就有点像是用 像现在讲的創新在立国 第二个就是公研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我们那个公研院就是承载 就是说从美国硅谷 然后技术然后转移 到台湾产业的一个中介的角色 那第三个就是 跟我们的海龟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以前我们是脑力外流 叫brain drain 那科学园区的创立 希望能够反转这种趋势 叫就是反转脑力外流 那所以整个那个政策 就是一个很强的书生的色彩 或者是精英的色彩 我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当初我们工研院派遣了 38位工程师到美国去取经 跟RCA取经 那那个38位的 现在都是我们那个很有名的一些 那个高科技的创办人 教父级的人物 对 就是台湾那个高科技之父 很多都在那时候 那我们派出去的人呢 很多都是博士 比如说我们的前那个科管院院长 史清泰 那他那时候已经拿到美国 比赛斯登的博士 那他到了那个欧亚尔就是很小的一个 阿西亚的厂 跟他技术转移的对象 只是中学生 中学毕业的 所以他们是上四对下四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 那个整个时代的氛围 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那个跟现在的 那个其他的科学产业 那个台湾其他的 那个科学园区的背景 是很不一样的 对 这是一个这个大时代的背景 但是我们看到从现在来讲 有人讲说这个 离这个美国矽谷 最近的不是西雅图 也不是洛杉矶 就是这个台湾的新竹科学园区 当然这个从当初 您刚刚讲所谓这个书生 他们这个有志于这个做一些贡献 所以看到很多的这个脑力回流 到现在为止 台湾这个科学园区 特别是新竹科学园区 占有在全球举足轻松的地位 您觉得在后来这个政府的哪些 这些具体的措施上 起了一些重要的关键角色 是 我从1990年从交大毕业 那我自己这个当了两年兵之后 我就开始跑新闻 所以我在这个二十几年 跑新闻的过程 我发现了就是说 这个科学园区 当然是台湾科技产业 能够这个大力 这个成长推动的一个关键因素 当然有好几个因素 这个新竹当时 我们用比较好的这种奖励的政策 我想政府当时的奖励政策 非常的明确 就是说你投资哪些高科技产业 政府会给你有租税的优惠 这个抵减 投资的抵减 你投资多少 你这个所得税就直接扣掉二十百分 那另外当然就是说 当时还有一个国际的产业的分工的情况 就是说刚刚讲的 在欧美它有这种比较先进的这些大国 他们在推动一些新的产业 比如说PC产业 那PC产业在那个时候 国际上它当然需要有很多的这种 所谓的代工 这样的一个国家出现 那台湾就在那个时间 刚刚讲的我们用很优秀的人才 来做这一件 把整个产业做一个细致的分工 我们把很多的像比如说PC产业 我们把它切成主机板 把它切成很多的零组件 台湾半导体也是在这段时间 就蓬勃的发展 那所以我觉得当时政策很明显 然后另外就是说对吸引人才 也有一定的帮助 那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 就是当时有一个所谓的 员工分红配股的制度 这个制度其实是非常重要 就是因为当时很多在我们台湾 在留学在欧美的这些人才 他在欧美拿的薪水是非常高的 那你要吸引他回来台湾工作 其实是不容易的 你想要让他放弃那么高薪是不容易 所以台湾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制度的创新 就是说员工分红配股 就是公司在这个成长的过程 他配股给这些参与创业的人 而且他给的股票是 当时台湾的面额是一股是十块 他就用面额给你 他也不就是说也在公司的这个费用上面 他也不计用这个所谓的这个市值去计算 所以这个制度当然有一点康股东之楷 不过对这些人才的吸引力是非常强大了 所以这些人很多的就从美国辞掉工作 就回来台湾工作 那再加上刚刚讲的整个国际的分工 是非常明确的 那台湾刚好卡到那个位置 那个位置是以前日本做不好的 或者是日本的成本太高了 那台湾刚好适时的卡进来 所以台湾跟韩国都是在这段时间 快速的崛起的 那当时当然很明确的 当时中国大陆还没有起来 所以台湾很好的卡住了这个位置 所以在这段时间我想刚刚讲的 就是说台湾从新竹 然后也把这个园区的模式 复制到台中又复制到台南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 我刚刚讲的在新竹有所谓的清大交大 两个大的学校 这两个都是以理工为主的一个学校 他们在很快速的 就是我们刚刚讲说 如果说讲矽谷的成功 旁边有一个史丹佛大学 他也做了很多产学合作 等于说这几个学术单位在支撑他 对当一个园区他要创新 他要人才他要创意 那这个学校刚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资源 所以台湾也是交大清大 也在这个整个台湾产业发展的过程里面 扮演非常重要 人才这个供应的一个角色 而且我觉得这个新竹 他的这个角色地理位置也很好 他距离这个机场啊 距离港口啊都很近 那么他又是在一个 这个学术的一个氛围当中 所以这点呢 对吸引人才是有利的 那么第二个刚刚你讲到 这个高这个配股啊 分红啊等等 对于人才来讲是有诱因 另外一个罗博士 我想特别要请教你 我们也看到对于一个企业 一个产业来讲 这个行政效率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新竹科学园区里面呢 他有单一窗口 对不对 就是说你到了这个窗口 他可以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 对于产业来讲 是有很大的吸引力 我们讲加入一个地方 来投资生产 那台湾其实跟大陆一样 他有层层的法规 层层的规定 其实在这里面的话 台湾第一个 就是出口加工区的政策 实施有效 那后来的话 是东南亚各国都学 他的出口加工区 那在这个以后的话 我们发觉到说 原来的这个产业 透过这种方式发展很好 但所引进来的都是劳力密集产业 未来如何增加他的高科技的附加价值 这个时候就科学园区出来 所以科学园区进来的话 他可以避免掉这种繁文入节的问题 然后电子化的一些处理 所以来这边的话 第一个相关的上下游都在附近 然后第二个的话 我在这边的话 我所有的产出我可以直接出口 那非常的方便 所以很多厂商愿意在这种产业群聚之下 他特别是高科技在这个地方生产 就构成这个部分 那同时对未来的不确定 其实政府当时有两个政策 刚刚讲的以外的话 加速折旧 最近我看大陆也要准备推动 加速折旧 那这个都是这个里面 是很重要的一个策略 让厂商风险投资 能够尽快的能够收回来 他的成本 那他可以做更有利的投资 这都是台湾科学园区成功的因素 这个台湾嘉宾刚才所介绍的这些事情 实际上上海的三位嘉宾 你们都从事这个行业的 实际上也长期在关心新竹的 甚至像戴先生本身就在新竹 有产业有投资的 那从这些年发展来看 上海在这方面 它的政策有哪些是和 比如说和新竹是相同的或者借鉴的 哪些是上海自己的特色的 或者说大陆更有特色的 还有一个就是 这些政策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 我想先从杜先生开始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是上海这个园区的发展的一些情况 就是台湾新竹我也去过两次 这个我觉得印象也非常深刻 上海的应该是叫 准确的讲高新技术园区 是起于90年代初 1991年最早设立了曹河军 叫做新兴技术开发区 后来又设立了张江高科技开发区 后来在大概2003年左右 又设立了子竹科学园 那么到现在的话 整个一个张江高科技园 把整个上海的所有的 几乎所有的园区都覆盖进去了 目前大概是22个园区 已经覆盖了上海的所有的曲线 面积已经是超过500平方公里 那么应该说 这个园区对促进 整个上海的科技发展 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那么它的功能 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早期的园区 它实际上是一个加工型的生产 加工型的 就是为了吸引外资 吸引外资到这里了落户 实际上从事一些产品的生产和加工 那么逐渐的发展过程中 从2000年大概开始 这个时候大量的外资的一些研发中心 就进入到这个园区来 另一方面的很多的生产性企业 它又转移出去 所以现在的话 就是说实际上园区 已经成为一个创新的一个集中区 特别是这个2003年成立的这个紫竹科学园 它从一开始定位就是依托大学研发为主 所以它应该是代表了上海 应该或者说代表整个中国科技园区 发展的一个一个新的一个转折点 就是说这个园区现在是以原来生产为主 转向一个创新研发为主 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知道紫竹园区 它好像当时也是学习这个新竹的模式 所以我不知道新竹跟紫竹有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把我们在它那个成立之前 交通大学已经过去了 后来又是把我们华东师大整体的搬迁过去 就是这个实际上是为了学习硅谷和新竹的模式 加强大学跟这个园区的合作 所以这个园区就是本身发展 我觉得它已经成为上海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空间载体 我想戴先生您对这个情况应该是都有了解 您既在上海有你的业务 有你们的企业 又在台湾新竹内湖都有 我想你对美国也是一个很熟悉 所以从这个比较 你可以更加比较而看 现在从上海的角度 从政策的推动和当年的新竹 它的相同性 还有什么上海的特殊性 所以比较起来 我们一开始 实际上我们开始业务就从台湾开始 尽管我们人 我们70%的人在涨价 70%销售在国外 但是我们开始业务从台湾开始 我觉得台湾是对市场最清楚的 那是国内还是 尽管我们员工在 我们做IC设计的 但是我从台湾学到 我们台湾团队是很强的 很早台湾就有团队 所以台湾实际上对我们整个公司发展 其实很领先的作用 我经常去工业院 我很多朋友在那里 所以我们经常学习 就是台湾怎么创业 两地的不同呢 两地不同这样 就是我觉得 国内 这很多IC 现在有600多家 台湾大概200多家 很多就是从美国回来 比如说以前在大工做过 我就说这个大厨 你都想菜都是我烧 为什么餐馆不是我的 很多大厨回来开餐馆 但是有的成功的 有的可能大厨就开不成餐馆 所以很多公司为什么不做成呢 它对市场不清楚 所以这公司很多 但是就没有台湾的公司很清楚 它基本上你做出来 一定卖得出去了 在国内做出来 一定卖得出去 所以这个市场的那个 那个Sense没那么好 现在台湾的有内湖和 比如新竹竹都有企业 像张家有企业 你这里面有分工吗 就哪一些企业更加适合在台湾 哪一些企业更加适合在上海 我是这样 我们公司的70%R&D在张家 我70%销售在国外 我们欧洲有三个办公司 所以台湾还是销售和生产管理 就管理比如说封装测试 我们都在台湾做 这个为主 设计的主要是在上海 人才呢 人才就是 其实我们每星期特别保新品 一定要做50颗新品 同时做28纳米 现在实际上国内做28纳米 第30大超过了台湾 这是非常规则 我们人才 我们的人才其实真正的上海的人 只有12% 其实我喜欢把中国地图拿出来 就阻击在各省市 包括新疆内蒙古都有 澳门 台湾也有 最近我们终于找到 从西藏来的做IC 真的是海南百川 全部有 他们跑到上海 我觉得张江这个生活配套 可能还要更跟上一点 因为这些人他上海都没家嘛 就是不能 房子又贵 张江最近有一个帮助 就是说科学园区的生活设施很重要 这一点上就是对他们说 所以他们基本上还是拿到商务户口 就买了车结婚了 就安定下来 还是不错的 所以当年新竹他也是吸引的是海归人才 现在从张江上海 张江来看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吸引 除了世界人才以外 还有就是中国大陆本身各地的 每一个省市的这样的药 能够在上海落户 这个可能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而且他最大的问题 我每次去招生他问的问题 我不怕我 知道到上海压力大 可以锻炼 但是因为上海房价贵 你没有房子娶不到太太怎么办 这是很大的问题 那当然我们不能保 但是我们有个叫张江南 早上在地铁口 有妈妈拿着女儿的照片 他看到这个不说 他说我有房子的 当然不是说都是通过这个办法 就是说相对来 但是张江的工程是还蛮有优势的 对 这个就是张江南这个字 也是这几年在上海流行的 也很特别 我想也请教徐先生 徐先生 你是张江南了 对吧 算是吧 算我已经结婚了 算是的 那就是作为你这么一个企业 怎么样能够选择在张江这个地方 到现在为止 你多少年了这个当中 从最初创业到现在 政府的支持 政府的政策 你觉得足够不足够 或者说 你觉得还需要哪一些 OK 好 谢谢曹老师 这个问题真的问得非常好 那么这边的话 我觉得 我有些小的一些故事 可以分享一下 首先就是 刚才曹老师问到 我们政策这块的问题 政策这边的话 其实我们在原 我们在原区里面是完全没有感受到任何的政策 或者国家的什么关心啊 服务查等等的 但是到了原区之后 其实我们接触到了 甚至包括我们发现有科委 文创办文化部 经信委发改委的很多的政策来扶持 比方去年的话 我们开发了国内的第一款 可以在手机移动端 学外语的互将网校这样的一个APP产品 后来我们已经做到 现在已经有超过2000万的用户在上面 使用着我们的各种教育服务了 那这个产品当时我们去申报了这个发改委的 我们这个文创办的一个政策扶持 拿到了上百万的一个资金的一个补贴 那这个对我们的研发成本 其实就起了非常好的一个缓解的作用 那么当然我们也非常好的市场的业绩 去反馈给了他们 另外一个故事是什么呢 就是除了在政策资金之外的话 我觉得政府啊 我们上海市政府也正在极力的扶持 我们周边的一个民间的一个环境 就它阻击了非常多的一些这种行业协会 互将比如加入了现代服务行业协会 现代服务业行业协会 所以在2010年的时候 互将我们当时是拿到了 包括招商银行和广发银行 两家银行 联合的一个亿的人民币的一个受信 这什么意思呢 因为互将我们是做互联网教育这样的一个行业 我们是轻资产企业 准确的说互将没有什么固定资产 我们并不中 值钱的东西真的很少 我们最值钱的只有两个佬 一个人佬一个电佬 其实值不了什么钱 所以能够拿到一个亿的银行的受信 这在上海当时我们是创下了记录的 我补充一点吧 其实上海的元旗的发展 或者整个经济的发展 跟台湾有点不一样 台湾的元旗一开始吸引留学生回来 台湾的留学生回来 其实上海的发展一开始主要是吸引外资 就是大量的外国公司来 据我们统计 现在就是说在上海设立的 跨国公司的设立研发中心 已经370家 370家左右 这个其中又三分之一是属于世界500强的 而且根据我们最新的一个调研 就是说在上海设立 就是说世界一千 研发一千强公司里面 在世界各地的设立的这个研发中心 上海的数目是仅次于硅谷地区和这个东京地区的 所以上海它实际上成了一个外国公司 在这里从此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地方 这个新族开始发展有点不一样 不不一样 所以这是上海的一个最大特点 就是外资占了主导 我想首先请教一下洪文 我们刚刚所讲 这个台湾从大概1970年代 就是20世纪末 这个政府开始推动这个各种高科技圆区 当然那个时候可能没有预见到 进入21世纪之后 这个科技会对人类的生活 带来如此巨大的一个转变 但是我也想到一句话 后发先制 台湾很早推动很早获得了成功 但是以现在大陆的实力 大陆的规模来讲 它开始进行这个台湾的 不管成功或是不成功的 很多经验摆在前面 可以是说它有各式各样的一个优势 那么特别是在过去10年 很多台湾的高科技产业 陆续的到大陆去发展 那么两岸之间是既合作又竞争 你怎么看待这种关系 是的 的确两岸现在是既竞争又合作 那当然早期我们如果把时间 往前推一点 就90年代 台湾事实上是这个跟大陆 其实合作的空间是很大的 你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记得我还采访过 1998年这个联想的这个董事长 这个柳传志先生 还率团来台湾访问 当时呢 他其实在台湾 他跟这些很多的台湾产业界都谈过 他也跟宏基的这个施政统先生 也见过面 当时他做一个很重要的决策 这个就是说联想当时也有想要进军国际 可是他后来呢 他决定就是说 因为他发现台湾在发展国际市场 比较有经验 所以他后来这个柳仙呢 他就决定回来先做中国市场 把中国市场巩固了之后 再去做一个这个其他的发展 那当时他这个决定 其实显然是对的 就是说联想后来 把这个中国市场巩固之后呢 他后来又陆续并购了IBM的这个PC的部门 所以他整个就跨到国际市场去了 那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两岸呢 其实的确刚刚讲的 后发现实真的是很明显 台湾在这个80年代到90年代 甚至到2000年以前 我记得2000年以前 台湾的这个产业的这个成长 是蓬勃发展 太多的机会等在那里 台湾是想办法 只要你这个有能力 而且你只要愿意投资擴充 你就能够抓到机会 可是2000年以后呢 其实你面对的 当然是大陆 这些同质性的一个竞争都出现了 那我觉得这个两岸的发展 当然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差异 就是说 台湾呢 这个没有内需市场 这个中国大陆有广大的这个内需市场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台湾的这个企业呢 都是以代工形式为主 台湾有少数几家 像宏基 华硕 或是宏达店 做这个品牌 其实是压力很大 很辛苦的 因为没有你这个 中国大陆的一个基础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如果来比较 就是说两岸 在这个我们说2000年之前 跟2000年之后 这个政策上 台湾在这个2000年之前 我们刚刚讲 PC产业在澎湖发展 半导力产业在澎湖发展的时候 台湾的政策是非常明确的 可是2000年以后 台湾其实面临的是 不只是外交 还有经济整个的双重困局之后 台湾整个政府的这个政策 其实是已经偏向不补助 而且不奖励了 所以台湾在这段时间 其实过得很辛苦 但是台湾还能够 再延续10年的成长 是因为台湾很多企业 到大陆去投资 把这个运用大陆的这种 比较低廉的这个劳工 然后加上就是说 台湾跟欧美企业的整个的 我刚刚讲的品牌跟代工的整个配合 比如说苹果跟鸿海 这样的关系 富士康 那这样的关系 让台湾企业又延续了一段时间 高成长的时间 可是这段时间 其实对台湾的经济 不见得这个 当然你的产值会算回台湾 可是这个你雇佣的人 这个人 人力或是什么不在台湾 所以那个整个的 台湾的发展 其实是面临比较大的影响 那现在你如果来看大陆整个的政策 其实非常明确的 因为大陆有这么大的市场 然后在政策上 大陆我想 当然有一个大国的风范 所以其实你可以把Google挡在外面 你可以把这个很多的国家 你都让他不要进来竞争 所以你可以 阿里巴巴可以做起来 你的百度可以做起来 你的这个腾讯可以做起来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这个大国的这个政策的主导 还是有非常大的力量 那台湾在这一点 其实现在企业已经 我觉得非常辛苦了 所以刚刚讲的 其实两岸其实越来越走向竞争的模式 而这个合作当然还是有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刚刚如果没有问到 但是我觉得应该要讲 就是说台湾 即使应该走以色列的路线 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创新 因为台湾地方小 你也没有很大的内需市场 你要不断的创新 你要像以色列这样子 把这个创新的技术 卖给全世界 当然是以欧美为主 然后运用整个欧美的市场的一个基础 来扩大他自己的实力 我觉得台湾必须要走这条路 然后大陆有一个重要的大的市场 跟台湾才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合作 我比较希望 两岸是朝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 是 当然你刚刚讲的这个很多问题 我觉得在各个产业都是如此 不只是科技业 包括这个娱乐业 这个制造业等等 我们看到目前面临大概相同的问题都是如此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李教授 过去这么多年来 我们都一直在讨论 我们的优势在哪里 有人说是人才 有人说是创意等等 您觉得在科技产业 未来台湾十年 我们的优势是什么 我这时候就要引用我们那个 因为我们在清大有一个 就是专门研究创新的一个团队 我那个团队的领导是我们的副院长 洪世璋先生教授 他用一个比喻 他觉得台湾的那个模式 发展模式是先做金再做墙 最后再做大 那大陆刚好相反 大陆先做大然后做墙 那现在大陆有没有做到金呢 现在这是一个问号 那所以台湾的 我刚才还满同意洪文讲的 就是以色列的模式 因为我觉得台湾要有 要认识我们自己的现实 我们的内需市场就是小 那我们的人就是少 那如果说用那个 去硬套大陆模式 那是非常不现实的 那在这底下呢 因为刚刚也讲过了 台湾是从1970年代末期 然后发展了30 30几年 我们的制度面 其实是比较细腻的 就是各式各样的 我举个例子好了 我们那个新竹科学园区 它的那个产业链 还有就是这个支援的产业 还有所有的那种人才的一个系统 其实是很精细的 就比较像一个集群 就是很成熟发展的一个产业集群 那因为刚刚讲了说 那个产业外移 那因为产业生命周期 就是像人生老病死一样 我们的PC产业 或者我们一些硬体的产业 本来就是在成熟期了 它本来就应该外移到 那个比较低成本的地方 那现在比较 比较关键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能不能再继续做精 做细 甚至有一些新的产业出来 然后应用我们自己的人才 因为我们过去就是说用海归 就是我那个 我常常用一个比喻就是 我们好像这样把人才的存款 先存到美国 然后我们再去提过来 然后发展了我们那个 1980年代 199年代的荣景 那现在那个存款你用完了 是 我们是不是有一些 自己的存款 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靠 我们自己的存款 那现在就是两岸的竞争 就因为我们的主题是 创新之城 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才的竞争 那我觉得现在台湾 比较大的问题 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能保佑 我们自己培育出来人才 因为我自己的 培养出来学生 每一年都很多学生就 当年跑到中国去发展 或者是隔几年 跑到中国发展 我是很希望这些学生 能够留下来 但是也不能 但是如果说把整个 整个那个大中华区 当做一个区域来看的话 其实人才的那个良性的流动 反而是好的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 就是台湾有一些新的产业 譬如说 可能刚刚那个护江 护江网他们那个APP 就是我们互联网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一下子做那么大 但是可不可以从台湾 先做金 然后慢慢的看能不能做墙 然后最后跟大中华连在一起 那我觉得是我们的机会 但是我们的机会 绝对不是用你们的尺度来看 用大陆尺度来看 我们更多可能是更小的 譬如像北欧 或者像以色列这样的尺度 慢慢的把它扩充的 所以在这里我想我们听过学界 听过媒体界的观察之后 我想听听看业界的看法 这个罗博士您是这个电机 电子同业工会的副秘书长 我想您跟厂商这个接触得很频繁 知道他们的心声 同时你们跟大陆之间 也有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沟通 那么我不知道这些厂商 他们面对现在2014年即将进入2015年 他们的心情如何 就是面对大陆的这个崛起 他们会不会有一些危机感 未来的公司政策要怎么样发展 我想延续前面讲的 当时从美国回来的大家都很清楚 待遇一定不如美国 那愿意回来什么 他的一个机会 台湾如何创造更有发展的机会 我觉得这才最重要的 来这边的话 我就可以迎战全世界 我就可以影响全世界 那是当时愿意留在台湾 跟世界接轨的一个部分 大陆市场起来的话 没有理由把它分成两个市场 应该是所有市场要融合在一起 所以在这个整个发展环境上面的话 我觉得两岸政府在这一方面 应该要做一些配合措施 因为独独自己发展 毕竟不如合作发展来得快 我想这个第一个回应 第二个是说台湾的产业的话 事实上在这个阶段的话 主要遭受的困难 我想是两个来源 第一个欧美经济最近的 2008年以后的不好 会对台湾的主要市场产生影响 然后新兴市场起来的 低价的这部分 他并没有掌握到 第二个部分的话说 就是这个智慧手机 大于平板 大于笔电 大于庄型电脑 这个趋势 大家当时没有想到 这种数位整合的部分 不只是数位汇流 事实上在使用 终端的部分的总和 也是重要的 所以在这一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经过时间调整 需要一些带的话 可以再发展起来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今年来讲的话 移动通讯的一个发展速度很快 台湾的产业基本上 大概都抓到这个 整个产业复苏的一个效果 但是后续再怎么样 再进一步 智慧生活 智慧城市 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在这一方面 大陆在跟得很快 但是创新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两岸合作的话 会带为一个好的未来 是 洪文 您长期主跑这方面的新闻 我不知道在采访 两岸的过程当中 同样的产业 你觉得两岸的CEO 他们思考方式 思考的思维有什么样的不同 是 我觉得 首先我们要先讲一个 就是两岸的CEO 年纪差很多 我这个早期 我跑新闻的这些CEO 大部分都还在 所以他们大概都 我想大概都介于这个60岁 60岁上下了 有一个当然我们像张忠牧 董上已经80岁了 当然还有年轻一点的 可能50几岁 大概就是在60几岁 但是你现在 事实上你去看这个 大陆的很多的企业家 大概30 30岁到40岁 我想应该都是 都好年轻 都是这个范围 所以你看 我们前一阵子一直在开玩笑 马云到台湾来 他说台湾没有希望了 因为所有的这些 这些老板 都还在谈创新 这些老板已经都七八十岁了 那我觉得就是说 你如果讲思维的话 我觉得这个年纪大跟年纪轻 还是会有差异的 我想年纪大的人 第一个眼睛不好 所以不太会看手机 这个老花眼看手机很辛苦 所以在这个 现在移动互联网 这样的一个大趋势里面 这台湾当然是抓到的 机会是比较少的 我们不能说没有 但是真的很少 那另外就是说 在一些比较 我觉得像比如说半导体 像光电 这些行业呢 我觉得台湾还是累积的 是蛮不错的优势 因为这些东西 还是需要累积的 他可能不是 他可能是经验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两岸的思维 你如果从年纪 然后再从产业类别来看 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别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我不觉得说 这两个就是绝对的因素 我觉得关键还是在 我刚刚讲的 有没有创新 创新能力呢 其实是跟年纪没有关的 也跟行业没有关的 我们刚刚讲的以色列 我们最近我在看 这个美国有几家 非常重要的公司在挂牌 一家叫GoPro 这家做这个运动的摄影机 这个创办人也只有三十几岁 那另外有一家叫Mobile Eye 这是以色列最近在美国挂牌 最成功的一个公司 这家公司做那个汽车 现在以后就是无人驾驶汽车 这个无人驾驶汽车 它需要有好的这个Sensor 那这些创办人呢 也都是很年轻 那当然你说在半导体 有没有很多创新的公司 其实慢慢的没有了 可是这个行业呢 我觉得需要有这个资深的 而且有能力的 所以我不觉得说 八十几岁的张作模 没办法创新 事实上他的创新 能力是很强的 他打败了三星 打败了Intel 这个我觉得是不容易的 有个比较有趣的问题 当然我们不断的讲创新 但是这几年我也听到一个说法 说这个其实山寨也是一种品牌 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李教授 当然这个我们看到在科技业 当然我们不鼓励山寨 这两个字呢 当然这个从大陆开始 我们先听到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山寨的这块版图 的确在大陆也造成了 某些蓬勃的一些发展 同时也造成一些蓬勃的一些 很大的一些数字还有一些影响 你怎么看 这个正好就是我 这个山寨是我研究的一个课题 所以它有就是比较积极面的 也许大陆那边的人不这么认为 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讲草根创新 草根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基于社会的 就刚刚那个 其实你们也提到 就是说整个上海的张江 其实是以外资为主的 刚好山寨呢 刚好就是另外一个极端 它就是以广大的社会为主的 那从那个社会需求去找商业机会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这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资源或资产 就是看你怎么去应用它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台湾比较早建立一些制度 那这个制度有一些 有一些那个历史教训 你们可以避免 那另外一个就是 大陆在建立制度的同时 其实可以从山寨那边去找一些制度的漏洞 因为我知道那个 因为就像刚刚讲的 刚刚那个浙江大学的那个 杜教授讲的杜竹仁 杜竹仁讲的 他也来过新竹科学園 就来了两次 就其实这个中间的那个 我在新竹这段时间 时常在接待 从大陆各个省市 各个单位来的 就他们 然后我会发现说大陆 就是中国这边对于那个 到世界各地去借鉴 这个 趋势是很明显的 然后你们去借鉴了之后 再把那个经验或教训 回来汇整 然后再来应用在中国的那个环境当中 我觉得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 要从中国的本土那边出发 看看那个 有些什么制度的创新 可以从草根那边去借鉴 那我觉得这就是 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然后因为那个在深圳嘛 深圳也许离上海稍微远一点 因为深圳我 因为做山寨的时候 常常跑回去 其实深圳那边的那个 草莽性格 我是很欣赏的 因为你们刚刚讲说 那个就是台湾呢 就做那个CEO 大概都是六七十岁或八十岁 我在深圳呢 就是他们那边 大概是三十岁以下的 就是那是主流 那我是觉得 那个是一个新生代 新生代 而且是非常草莽 非常具有冒险精神的 然后他们的那个流转率 是非常高的 然后可以在那边生存下来的 或者在那边有一些成绩的 我觉得那就 本身就代表了很重大的意义 现在我们台湾也好 上海也好 面对的实际上是一个新的国际竞争环境 这跟可能跟新竹当时创建的 甚至跟上海改革开放开始 就很不一样了 所以在这样的下面 我们需要怎么样的下一步怎么做 其实我刚才谈到了 其实我们上海啊 说实话是一个沙漏性的 它一端是国营特别强 一般就外资企业特别强 民营企业我们是中间这个夹层 它其实是有这种现状在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它也支撑了 这种情况也支撑了上海 我们多少年的一个发展 非常快速 但是未来我相信中国经济发展 一定是靠民营企业来支撑的 从这个环节来说 如果从我互将往 我所在互联网作业行业来说 虽然我们也做到行业龙头的企业地位了 但是我们可以清楚的发现 就上海的互联网就与行业的市场环境 产业环境跟北京相比还是有差距的 北京因为企业多 它已经形成了互联网就与行业的一个集群 有专门提供技术服务的 有专门提供类种的 有专门提供平台的 有专门提供这个用户的 还有就人才的聚集 人才也非常的聚集 甚至包括互联网就与人才 互将是一家独大 但是我们关联的产业链的企业 基本上非常少 我不知道从这个 台湾的科技发展的情况来看 你怎么回答 刚刚这个上海嘉宾的问题 是 我想这个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说 上海在发展初期的话 它一直是外向的部分 虽然说上海的人才很多 但这个毕业的人才 事实上都到外商公司去了 所以在这个外商公司的部分 一直是它的主体 那本体的话 那你就必须从民间 从中小型企业 事实上在大陆来讲的话 中小型的创新企业 要得到关注是不容易的 除非你到达一定的生产的规模 才会受到重视 这是它的困难 另外一个的话 我是觉得 我们在这种过程里面的话 一直是跟随者的形态在发展 它上海一直 它可以做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但是它没有做 就是说世界华人市场 事实上是够大的 但是对于华人需要 是什么样东西 科技其实发展到 这个阶段来讲都差不多了 但是应用的科技的方法的话 事实上你从腾讯 阿里巴巴 音乐网 看电视剧的这些 你可以发觉到 其实针对华人的需求的产生 整个的起创 凭梁英讲 在上海是薄弱的 它是不是在华人消费 这个部分的话 它可以做一个消费的研究中心 这个对于它后续的应用的部分 是重要的 我想这个是做它的一个补充 另外我想这个新的技术以外的话 材料的部分的话 其实上海的科研这么强 它也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 再进一步的一个研究 因为下一代影响的话 那科研的部分的话 材料是重要的 我觉得这个都是 双方面可以合作的 但是这个已经可以看出来 未来的方向 另外一个像老人医学 健康照护 那这一些都是新兴起来的 大家都是刚开头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这个部分 中国人口这么多 那事实上这个需要照顾的人 也越来越多 除了注意年轻人的消费以外 老人这一块的话 是大家动得比较少的部分 其实这个部分是可以关注 那我刚才就想到说 在这种架构底下 如果我们把它看成一个大中华 那不同的区域之间 其实他们是有差异性的 那不同地区它有它的利基 就是说那我们现在台湾 我觉得台湾的特征就是 我们很精细 我们的制度的信任 或者我们制度的完整性 是很高的 那如果说需要有一些 比较需要这样子的产业 或这样氛围的 就放在台湾 然后很需要草根 去由下而上实践的 就在深圳 或者在温州 然后需要跟中央政府 有比较密切合作的关系 你知道北京 那上海呢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 极其大成的 因为你们离苏南 跟温州都很近 你们把上海 变成一个大区域 然后你们内部 就已经 已经是很完整的 一个小宇宙了 这个地域性格 大家各善所长 对 所以我是觉得 刚刚呼应就是 我们这边的就是说法 就是合作 合作是一个团体战 不是单一的政府 或是单一的企业 那每个区域 它有它的特殊性 那每个区域 都是一个创新的系统 区域的创新系统 每个系统 它有它的优点跟缺点 那每一个系统 如果我们在这个 整个这种 有系统观的话 我们把适合的东西 摆到适合的位置上 那也许就是 我觉得这个思考的话 就是大家都 都是多赢的 请不吝点赞